今天是10月13日 欢迎收看广播新闻网特备节目 我是吴杰宜 我是叶维伦 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他任内第六份的施政报告 以共济共享为中心 由彭德章讲下有什么重点 今次的施政报告以民心我心同舟共济繁荣共享为题 用太阳橙色为主题式 房屋政策是今次施政报告的最大重点 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蝙蝠 政府会同房协合作 退行自安心资助房屋计划 帮助合资格的市民以先租后买的方式置业 另外支援基层和约细社群也是重点之一 政府会同商界各出50亿成立关外基金支援基层市民 交通津贴会扩展至全港合资格在职人士 政府会放宽生果金和商残津贴的离港限制 政制方面 曾荫权指因为市民未有共识 所以在他任内都不会就基本法23条立法 政府又会在今个月底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 提出本地立法建议和进行资讯 广播新闻网记者彭德章报道 今年施政报告的焦点 就是解决市民最关心的住屋问题 政府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土地供应 包括主动卖地、发展中小型住宅 又会研究在维港以外色道填海等等 另外政府又计划每年兴建大约15000个公屋单位 以维持平均轮后时间在3年 但就说不会复建居屋 而最令人关注的房屋政策 就是政府首次和房协合作推出自安心资助房屋计划 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协助夹心街层置业 林友达报道 27岁的黄小姐 她自己一个人用了3200元 在大围租了一个100尺的单位 她月入13000元 扣除屋租、水电煤和家用等的开支 每个月只能够存到2000元 她说想上车置业难过登天 你说想不想 想是一个很难的事 就是好像一世的事 如果你说要有一个自己空间的话 就唯有租楼的方法来住住 租到你何时可以存到一块钱 然后才考虑在市场上买房 但这个真的不知道何时会发生的事 好像一个梦 针对夹心阶层的置业问题 政府将会与房协合作 推出先租后买方式的 治安心资助房屋计划 政府会提供土地给房协 兴建中小型的单位 并且以市值的租金 租给符合资格的人 租约最长五年 期间并不会调整租金 参与计划的租户 可以在租约限期之内 以市价扣入他们所租的单位 又或计划所提供的其他单位 他们亦可选择 购买私人市场上的单位 这些租户 可以取回以缴纳的一半租金 用来比部份首期 但公屋园会主席就担心 楼市的升跌会影响计划的成效 有个问题 由于五年的时间 楼市可能是多上多下都不定 到时如果楼市大升的话 他拿着租金的部分资助 根本是比手其实比不起 政府会在青衣、钻石山、沙田、大埔、屯门等地方 预留土地提供合共五千个先租后卖的单位 政府亦承诺会在2014年之前 在青衣推出首批一千个先租后卖的单位 广播新闻网记者林友达报导 政府将会推出措施规管发水楼 限制楼宇附加设施的面积 有验楼师认为 规管可否有效打击发水楼 要视乎政策落实之后的细节 廖正文报导 展商近年大量增加楼面面积 造成发水楼问题 政府计划限制停车场、露台和会所的建筑面积 并为多项仍有宽面的设施 加设10%的整体宽面上限 同时又收紧容许兴建窗台的面积 因为一定要保障卖楼人士的利益 是大的 是重要的 因为往往买楼是一生人的储蓄 如果买楼回来 他说八百尺的 然后回到那里都630尺 是缩水的 很生气的 有测试师支持有关政策 但就因为措施的成效 要看指引的清晰度 最重要的资讯清晰 他们未必能够受惠 汤黎雄报导 黄小姐住在大埔 现在在做兼职家务助理 去沙田帮人打数 月入三千多元 交通费就占了她收入的三分之一 现在申请津贴要求每个月 最少回72个小时工 但是她最多都是回到40个小时 没得申请令到她很彷徨 因为工时外最多都是 有时一个礼拜都是6小时 一个月我怎么可以找到72小时 新推出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 申请资格由原本四个偏远地区的居民 扩展到18区 目的是减低交通费 为低收入在职人士带来的负担 职工盟代表说 计划放宽地区限制并不足够 我们一直都是争取放宽到18区 但是同时间我们都觉得除了放宽到18区之外 首先那个工时限制正如刚才所说 需要放宽 第二就是那个入息上限 都需要是相远地提高到最少7500元 她希望劳工及福利局 能够尽快在立法会交代计划的具体细节 以及实施的日期 广播新闻网记者汤丽雄报道 本港目前有约90万名60岁以上的长者 预计20年后数目会急升到210万 占全港四分之一人口 面对高龄人口剧增 行政长官宣布放宽领取生果金的离港期限 方便长者在境外居住和旅游 趁案排同样适用于商残津贴 赵家运报道 生果金的离港期限 由每年240日大幅放宽至305日 合资格的长者 每年只需要留港60日 就可以拿到全年的津贴 有受惠的长者说 政策方便他们到内地养老 在这里没有人没有物 他回去陪着侄子回去 有人照顾他 那他回去 老到生果金后 有学者认为 现时越来越多长者选择到内地养老 政策对他们有相当大的帮助 可能香港没有太多亲友照顾 子女也可能成家立业 不估得到他们 再加上来回的交通费 其实都挺厉害的 他又说 相信今次放宽领港期限是过渡期 政府长远应该考虑全面取消限制 以配合长者贡献香港当年应有的权利 行政长官也表示 会再考虑未来路向 同时详细研究设立长者退休生活的津贴 广播新闻网记者赵家宏报导 政府为了缩少贫富差距 解决夸待贫穷问题 将会投放更多资源在教育上 建议每年会用多1亿2千万 去增加书补津贴 由下年9月开始实施 大约有20几万学生受惠 周静霖报导 矿体的大仔读中五 小女读小学二年班 两个子女合起来 9月买书就用了5000元 申请了半价书补津贴之后 可以交少400多元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 大幅增加书补津贴 矿体觉得有帮助 但是就说书补费不断加 津贴的家福并不足以抵上 那你买书 买书都买几千元 现在500元都是不够的 其他附和书都买书 很多东西都要买 施政报告建议 学校书补津贴的定额津贴增加至近两倍半 全额的学生津贴由现时的408元增加至1000元 半额的学生津贴由现时的204元增加到500元 这项建议预计每年会用多1亿2千万公帑 下个学年开始实施 大约有20几万学生会受惠 曾荫权又说会简化书报津贴的审批流程 令大部分的申请人可以在开学之前拿到不钱 广播新闻网记者周静林报道 本期节目的新闻报道员 再会